印度神话阿婆复杀记 生效与佛祖是紧密连接的 甚至有些菩萨缘际后 幻化成生效 继续造福人类 菩萨是泛与菩提萨朵的简称 菩萨道心众生 也说绝有情 绝就是不迷 有情及众生的意思 道心者 常行恭敬 对一切事物都有敬爱 无情慢心 所以才称为菩萨 其实这世上有着六个生效 在转世的时候就是菩萨转世 注定与佛有着缘分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菩萨转世六大生效 家里有一个能望三代 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 生效牛 生效牛的人心里是最老实的 就像是老黄牛一样 忍辱负重 性格朴素 是不会做出有为道德 还有良心的事情 属于这样生效的人 在今生是虚空转世 是利他的一位菩萨 有一位姓林的网友 说过一个故事 他娶的妻子就是属牛的 性格很好 很老实 能够兼顾事业 还有爱情 他的人生信条 就是一个自人 这位网友说 妻子很有耐心 有什么问题也会去沟通 所以平时的时候很少吵架 而且有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 去寺庙当中上香 主持看他有缘 就给了他很多的经书 让他学习佛 当时妻子有时间离开的时候 那位主持就说 你的妻子跟佛有着缘分 在修行的道路上是会很顺利的 妻子与丈夫回到家之后 有空的时候就会学佛 一家人还经常帮助别人 现在经营了一家公司 事业有成 生活幸福美满 二 生肖兔 属相兔的人心底比较善良 心思阵密 他们一旦认定了某人为好友 就不会带着怀疑的心思 就算是知道前面有着危险 朋友会欺骗他们也会相信朋友的话 全身心的去对待别人 这样的人虽然善良 但是有一些愚昧 大致若愚的性格 往往很容易受到伤害 比如被别人利用 而生肖兔的人在今世的时候 是普贤菩萨转世 在今世的时候 会被人认为性格是有一点呆的 普贤菩萨是具有着无量行愿 有着实践的精神 还有崇高的理想 他与文殊菩萨是一切菩萨的上手 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有一个朋友的妈妈 她是属兔的 从小的时候在繁华的城市当中长大 心底比较善良 读书期间的时候 一旦认定了一件事 就会一直做 或者是交朋友的时候 也是 只要是心中认定的那个人 便一直相信 而且对人也是发自内心的好 有钱就会借钱 别人遇到困难就会帮助他 有时候会花很多时间在友情上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被别人欺负 因为这样性格的人很好说话 对于陌生人而言 也是比较相信的 但是出奇的是 对于这些欺骗 还有糟糕的经历 都没有怨言 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最后 她去到了山区里面工作 虽然身边的人都说她很傻 山区的居住条件糟糕 朋友都在取笑她 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去 但她一毕业就去了山区 一待就是十年 但是她对生活充满着热情 积极乐观的生活 虽然拿着微薄的工资 但是一直严于律己 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困难 现在的她已经培养了许多的优秀学生 她后来一直回顾着自己的人生 虽然总是被欺骗 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个爱她的伴侣 与很多有爱的孩子待在一起 日子过得很幸福 像这样的人注定是文殊菩萨的转世 尤其是在后半生会有着很大的福报 他们对待生活是以德抱怨 普度众生 能够完成自己的理想 日子过得很舒坦 三生小马 这样的人有着热心肠 在生活中会帮助别人 如果当朋友身陷困难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拒绝的 他们认为帮助别人是本分 在十二生孝当中的马 在今生的时候是大师之菩萨 注定要去保护众生 不会受到邪魔的侵害 大师之菩萨是以自己的独特的智能之光 去普照众生 能够让众生解脱血光刀兵之灾 获得无上之力 让信徒开发智慧之光 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 所以大师之菩萨是被称为光明智慧第一 能够保护着众生 在网上遇到了一位网友 与他聊天之后 得知他是属马的 认识了三年了 他一直有着热心肠 对人特别好 虽然我与他只是网友关系 但是在过节的时候 还会寄礼物给我 记得有一年 和朋友过马路的时候出了车祸 骨头受伤了 动了一个小的手术 而且更加糟糕的是 做生意的时候 还遭遇了破产 那一年很倒霉 当时就在网上吐槽这件事 没想到过了几天 他就转账给我了 当时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就没收 之后他一直劝我收下 并告诉我 人生再世 谁没遇到过困难啊 以后有钱的再给我也行 还用开玩笑的语气告诉我 说以后要请他吃东西 我当时也就没有拒绝就收下了 也正因为这笔钱 生活才好过一些 我一直都很敢 吉他 这样的人对朋友很认真 真心实意的对待别人 会有着很大的福报 四 生笑机 属机的人精明能干 做事情有着自己的原则 还有规矩 特别是在事业上 他们有着顽强的意志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 非常渺茫 但是他们还是会坚持 属机的人在今生就是不动尊菩萨转世 让众生在修行的道路上能够有着善念和菩提心 不动尊菩萨也就是不动明王 他们的慈悲心非常的坚固 不可撼动的是佛教密宗八大明王的手作 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会扫除业障 不会有着动摇的心思 像古代很多名人都是属机的 他们从小的时候就有着崇高的志向 为了这一目标就会一直坚持着 比如汉朝时期的皇帝 汉武帝就有着很多的贡献 还有隋朝的隋文帝也是如此 在如今属机的人在事业上精明 不会吃亏 很会做生意 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 有个属机的人在村子里小有名气 家里做着很多的生意 快到中秋节的时候 那几个月卖的月饼很畅销 中秋节之后他就开了服装店 一直在卖衣服 而且空闲的时候会去卖特产 经商能力很强 现在也有着一笔财富 他将一部分财富捐给了山区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自己的目标 就会很大胆的去做 五 生肖狗 属狗的人比较忠诚 会为朋友两肋插刀 他们很善良 不会欺负别人 而且对待家人还有朋友都很好 注定是阿弥陀佛转世 能够帮助别人化身为极乐净土 向一切安乐 弥陀佛又叫做无量佛 在过去的时候立下大院 建立了西方净土 广度了很多众生 有着无上的功德 属狗的人也像他一样 去帮助更多的人 为自己增加福报 所以与佛也是有着缘分的 六 生肖猪 属猪的人没有心眼 这样的人是比较天真的 而且对生活充满着热情 开朗温和 他们很重视感情 但是同时也是非常的理性 这样的人是不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 所以他们的福报就会很多 因此他们就得蒙菩萨的照顾 锦上天花意 雪中宋潘南 这六个生肖就是菩萨转世 他们热情豁达 心长软 性格善良 对朋友尽心尽力 对家人关心爱护 所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 遇到了这样的人 一定要珍惜 他们对待感情 都是真心实意的 万不可辜负他们 与人为善 就是与己为善 你的善良 为你自己带来好运 佛菩萨是我们的守护者 他们能够普度众生 一直都是为他人所想 福报是最深厚的 心底很善良 常怀敬畏之心 广结善缘 佛祖就会保佑你 事事顺宁